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多自然对他的感情生活感兴趣了 就连狗仔和媒体也天天盯着杨幂 接连的拍到他跟魏大勋三四次机密互动 一次恋情实锤 最初两方的粉丝都很反感 直言只是朋友 后来是越来越多人入了熏熏秘密的坑 不管是在我是大侦探上面跟魏大勋的互动 还是在密室大逃脱里吧 两人的一些动图真的是越看越甜 这小动作磕到了有没有 但是这次大秘密官宣上热搜 对象竟然不是魏大勋 而是超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陈伟婷 Oh my god 看到海报的时候 这俩人实在是太大了 尤其是陈伟婷这个言和气质绝对配得上 莫上人如玉 公子世无双 这次俩人是一起合作 胡珠夫人多少粉丝为之激动呢 电视剧播出之后 怕是又要多出了一堆CP粉了 杨幂跟陈伟婷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之前在古剑其他里吧就已经结缘了 拍完戏之后呢两位也成为了好朋友 这次再度以男女主角合作新戏 应该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少的精细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只要是男帅女美同框必定会有CP感 可能啊大秘密和威廉就是传说当中的百大脸吧 对不起魏大勋我先嗑一下秘婷CP啊 说到陈伟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她是一下子欢红的 大部分人对她的印象啊都是从古剑其他里吧的大师兄 林月开始的 但其实啊这部戏播出的时候呢威廉已经出道11年了 从2003年签约英皇到2014年 凭借古剑其他出圈 这11年间啊陈伟婷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 也没有表明上去看的这么轻松 从小呢就喜欢唱歌跳舞的她呀16岁偶然 获得了一个给孤副成半舞的机会 本以为呢自己终于有出镜的机会了 陈伟婷啊就兴致冲冲的告诉母亲 还嘱咐她千万不要忘记一定要守着电视机 结果呀回到家之后母亲告诉她 并没有在电视里边看到她 她不相信啊自己回去看了很多遍的回放 却发现里边真的没有自己的身影 半舞有30多个人她又站在最旁边 圈上啊没有一个镜头扫到她 那天晚上陈伟婷哭了 她发现了自己不仅只喜欢跳舞 更喜欢在镜头的面前跳舞 为了追求梦想她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参加了全球华人新秀香港区的选拔赛 并且承诺若是在选拔赛上面拿不到第一名的话 就接受家人的安排去美国读书 没有想到这么一搏吧 陈伟婷啊真的夺得了第一名的桂冠 直接签约到英皇她觉得自己的明星梦是尽在咫尺了 郑主日青春年少18岁的陈伟婷满腔热血 她说我当时什么都不怕 我赢了冠军这个世界就是我的 我还记得谢霆锋荣祖儿就在我旁边 那时候他们就是我的偶像 拿了冠军的时候我跟他们并排了 那一年陈伟婷还在读书 被朋友问到什么时候出道呀 她自信的回答说快了 还开玩笑说现在要不要我的签名啊 我怕将来没空给你签了 可是呢人生根本就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 等待她的呀并不是铺满鲜花和掌声的星光大道 签约之后陈伟婷在公司剪了一年的娱乐报纸 等待了时间是长达四年 期间一个工作也没有 出道之事啊更是遥遥无期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子捉弄人 你越想要的东西啊越是抓不住 也越容易最后一刻从你手中给划出去 人生这一本厚重的书啊 从来都没有定数这个词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因为啊心中的落差太大了 陈伟婷开始抽烟熏酒 胡乱的交友离家出走 成了一个颓废又叛逆的人 回忆起这段黑暗又沉沦的时光 他表示到现在也不能够原谅那时候的自己 好在哥哥拉了他一把 父亲肺癌去世 那也给了他很大的打击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陈伟婷是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从伤痛当中和迷茫里边幡然醒悟 我不可以让我的家人失望 我不可以让我的家人为我哭 这是他奋起拼搏的动力 即使啊以后的人生依旧充满了荆棘 他也不能够倒下 只有继续努力才能够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06年陈伟婷交到了三boys组合正式出道 不过呀该组合并没有在乐坛掀起水花 两年之后呢遗憾的解散了 想要当飞的陈伟婷去美国苦练了4个月 从完全跟不上被所有人嘲笑 到最后小友所成 期间的苦啊他都一个人默默的扛了过来 回国之后呢就发了专辑还拿下了新人奖 本来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 却未曾想恰好碰见了香港演艺圈裂变 陈伟婷只能够转账演艺圈了 作为一个演艺圈的小白 他本来接到电话去试戏男主角的 最后是到了男5号 导演都没有要他 之后陈伟婷又去过了很多电影试戏 依旧是没有回音的 窃听风雨是他等来的第一个机会 在影片当中饰演的是名字都没有的小警察 可是当导演一喊action的时候 他的手就紧张了开始抖 导致一支NG拍了20条左右才过的 恰好那一场戏是古天乐吃饭的戏 肚子都给吃大了 那些年他一次又一次的演着小角色 美丽蜜丽里边的影视明星 前度里边的斯文渣男 渣指里的古惑仔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配角戏份 让他积累了经验 曾经受过的伤也都成了淬炼 渐渐就成就了如今闪耀的陈伟婷了 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老酒梅鼠山战绩里边 他惊艳的表现 从一路的莫爬滚打到最后的一鸣惊人 这11年漫潮的过程里边 陈伟婷亲身诠释出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只要努力慢慢熬那些吃过的苦 终会变成明灯照亮你的路 陈伟婷说我想要做努力派的艺人 因为努力是不会浪费的 先生对这一点也是身心不疑 努力可能会苦一阵子 但不努力就会苦一辈子熬得出苦才能够出众 正因为从未被命运眷恋 陈伟婷才更加懂得珍惜机会 正因为一切来之不易 他才如此的谦卑敬业 对粉丝也格外的伤心 他会为细心的替粉丝绑车顶 防止撞头也会因为粉丝都没有吃饭感到伤心 上节目的时候都在替别人担心 贴心的户头超级暖心的 这次疫情他在国外找了一个多星期的物资 同时也为武汉个人捐款50万元 这样一个温暖而又善良的爱豆 谁会不喜欢呢 所以说他能够成功并不是偶然 他的逆袭全因为做足了准备 他的人气和路人员都是自己一滴一滴积累维持住的 一个艺人的努力并不应该作为优点来夸赞 但是可以作为他成功的因素来宣扬 这样喜欢他的人都会明白 人生的苦不是白痴的 多走的路也不会被浪费 桑德伯格曾经写道过 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挫折 都在灵魂深处种下坚韧的种子 我们记忆深处的每一次苦难 都会在日后成为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力量 愿大家能够把所有的不满化为前进的动力 努力奔跑用力生活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芬娱乐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